三月薪是三萬五嘛 對 三萬五 你三萬五 一個月 我跟你講 分兩個帳戶 第一個帳戶呢 一萬五 收穫費 你說你三年後要買房 我叫你現在一個月花一萬五 應該是過分吧 那第二個帳戶是不是還有兩萬 對 存起來 我們要分散風險 我們分兩千工資存 好不好 一千工資存一萬 連續三年不間斷 可以 還可以嗎 那三年後你就有房子了 信職還要繳投機款 因為車子都買不起來叫投機款 但是我還沒跟你講 這兩千工資是什麼啊 這間工資叫做你的負妻的帳戶 這間工資叫做你的母親的帳戶 你的一個小孩一個月賺三萬五 他一月一來兩萬塊回家 連續三年不間斷 他第三年後 他媽媽會想要賣房 這個時候你會想去辦法 把他鎖出頭的帳戶比較少 其實區域蠻高的喔 三月薪三萬五嘛 對 差不多 你三萬五 一個月 我跟你講 分兩個帳戶 第一個帳戶呢 一萬五 收穫費 你說你三年後要買房 我叫你現在一個月花一萬五 我們應該過分吧 那第二個帳戶 是不是還有兩萬 存起來 存起來 我們要分散風險 我們分兩千工資存 好不好 一千工資存一萬 一萬 OK 這個應該做得到吧 連續三年不間斷 可以可以 還可以嘛 那三年後你就有房子了 你金得萬 有些客戶就會說 你不要開玩笑 金得萬要交投機款 你車子都買不起來 叫出投機款 但是我還沒跟妳講 這兩年公資是什麼 這間公資叫做 你的夫妻的帳戶 這間公資叫做 你的母親的帳戶 你的一個小孩 一個月賺三萬五 太願意拿兩萬塊 回家 零續三年不減賺 第三年後 你也幫媽媽問他要賣房 這個時候 你會想去辦法 幫他鎖出頭的帳戶 幫你比較少 其實區域蠻高的喔 想先幫我幫你投出紅心碼 那家境比較好的 可能房子就有 那你說這個方法 持久度高不高 其實是蠻高的喔 所以其實腹地的力量很可怕 但是孝順的力量更可怕 那我除了要懂這些東西以外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以外 重點是我們要懂什麼 我們都是個人性喔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給客戶 不斷的創造出這個 襲擊 哇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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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